像我們這種 就是我們準備要 開始找代理預謀 開始要做這個計劃的時候 其實你會看很多案例 對 你就會有擔心 譬如我剛剛跟你說的 譬如他對小孩子想這個感情 他就把小孩子帶走 如果真的遇上 你真的不知道 除了用法律的關係 你會想非常非常的多 那你的心情當然也會隨著 起起伏伏 因為有時候會覺得說 為什麼這麼難啊 有這麼難嗎 對 那一直知道 自己真正去接觸到 很多代理預母之後 我不可能 金錢上的利益 當然是他們的一個目的 但是 很多人真的是抱著一顆 幫助別人的心 我跟Manessa第一次見面是 她去產檢 然後她先生跟小孩子都去 然後我看到她 跟她家人的相處模式的時候 我就有點感動 因為她先生是完全的支持她 就很支持她 然後她跟她小朋友對話的時候 也很誠實的跟她講說 我肚子裡面有一個弟弟有一個妹妹啊 然後要跟她講話 要愛護她這樣子 所以當他們在成為我們的代理預母的時候 其實是讓我很放心的 然後也讓我很... 就是你對她的感謝 那種... 是倍增的 就是甚至有... 看到有時候會有點感動 對,你會覺得說 其實那時候... 其實那時候... 就很... 我知道那種感動是... 可能人生沒有這個經歷 然後你就覺得... 啊必須... 就是... 有個生命了 對,那她跟我會是... 完全是息息相關 對,那時候你就會覺得... 好,我只是一直記得... 事後啦 因為我媽媽有跟著我一起去 我媽媽有跟我說 那時候你眼睛裡面都是淚神 因為... 說實在的 我從來沒有想過我的人生會有小孩子 對 就自從知道自己是同志之後 其實基本上... 就沒有這個念頭 對,然後... 我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還蠻記憶蠻深深的就是... 因為他們剛出生就是早產嘛 那你就必須要非常... 幾乎沒有睡的... 那三天幾乎沒有睡在醫院裡面照顧他們 兩三天... 嗯... 只是自己超累的 但是... 小朋友就是很小 啊... 你就什麼都不會 這樣 可是有一個那個護士 他就跟我講說 就不管你包尿布啊 你餵奶做得好不好 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看到你是一個... 你會是一個很好的爸爸 那一刻... 雖然我真的都不會 但是... 我就是要認真當一個好爸爸 然後我也會是一個好爸爸 對 你好,我是... 史立健 然後... 我是宇棠與伯的爸爸 我是... 呃... 王岐達 所以我要是宇棠跟宇伯的爸爸 他們叫我爹地 爹地 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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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